刚才有新社记者问一下 为什么我在现场的时候 就是昨天在东方标项外面不处理 应该有些记者在现场看到我的 我其实起初在水渠道 应该有一个现场 我应该是在协助现场的同事 以及也是在协助现场的记者 直到隔了几分钟之后 我听到那个机器有人叫我 叫我的时候 接着我就立刻冲过去 冲到的时候 已经看到有一些记者 就好像被人挤了一些胡椒噴漆 然后我们已经说 要不需要水帮手 所以接着来 其实你们应该看到很多Live 是看到我的 所以我绝对 刚才你所说 我在现场后面看不住你 我绝对不认同你的 也有很多不同的传媒 在早一点的路口 在水渠道里已经看到我的 如果大家不相信 可以翻查昨天一些Live的片段 好吗? 不是,我们不是说 你现场不是出现过 我们是想知道 为什么要 当记业的行家 出示了他记者证的时候 你会慢慢去哪间 然后再去Claim哪个人 其实我想大家 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我想大家 其实当时 当时应该多 我想最少有几十个记者在前面 其实我想大部分 我们以 香港 刚才说了 没有一个指令 机构发记者证 那我们怎么懂 就是用你们本身公司 发的记者证 那我就知道 你是哪间传媒 因为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的举措 是比较 比较 情绪高涨一些 那我就觉得 好像他不是一般 你们专业的记者 在那里採访 那我就说 喂,其实你是哪间记者 哪间报馆 他就说他是记协 但是我再问他 他说 那记协是哪间报馆 然后他就说 什么记协你都不知道 那我跟着就说 已经我发现了 好像有点 他好像有点 就是 情绪好像有些高涨 那跟着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已经处理了 后来也派了水给大家 对不对 那我相信 现场我尽力去处理 那我们也有很多Live的片主 看到我 有给大家 去清洗一下 那些胡椒粉饰 那我想 今天就这么多了 回应,好吗? 不,但是那天你的态度和语气 如果你用今天这个态度 我想我相信 那天少了很多误会 第二就是 当天你其实是叫了 Crime Team 去拍某些行家的大头 想问你拍了一些片 将会用来怎样用呢? 我这样说 因为现场我没有说 有哪个大头 现在现场有人 你说是大头 不,就是这样 这个我听不到 现场有人破坏社会安宁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要 需要录下它 因为我都会保障自己 对不对? 那没理由 只是你们会拍了我 但是我们同事也 可以保障我们的工作 对不对? 因为刚才之前的时间 他有情绪高涨 对我们有点指控 所以我想 如果大家在公众的地方 每个人都看到 那我觉得 也不是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这么多了 情绪高涨 是否代表破坏公众安宁? 我不可以直接掌握一个联系 好吗? 那我今天交代这么多 因为我本身是做MC的 好吗? 那也没有遇到 今天要出来讲话的 那我想 我们解释完了 那今天就这样处理完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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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